虚假证件罪扰乱什么 你再读我听听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非法入侵控制计算机系统罪 扰乱无限电管理室许罪 知道吗 然后非法使用虚假证件罪 知道吗 哦 听听听吧 然后还有这个伪证罪 妨碍作证罪 虚假诉讼罪 打击报复众人罪 明白了 窝藏刀笔罪 拒证罪 你看看这咱们七人都犯了受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受益罪 看见了吗 拘捕执行判决裁定罪 看见了吗 就是您所要看一下 第六章四五六三章 四五六三章 明白了吗 嗯 看一张四五六三章 明白了吗 嗯 嗯 四五六三章 四五六三章 就是制造假文件罪是吧 这虚假使用虚假虚假中件罪啊 造假啊 我今天睡了一天了 不停地昏睡 小孩子今天也没上学 你像那个什么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隐瞒境外存款罪 自分国有资产罪 自分伐墨财产罪 这全是犯罪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郭文贵说的那个是什么 你再重复一遍 郭文贵说什么了 郭文贵说的 伪造成堂政共 伪造证人证言 伪造证人证言 伪造成堂政共 伪造司法文件 知道吗 然后通过暴力 暴力绑架 软禁 拘禁 扣押 收买等手段 通过暴力手段 为恐吓 威胁等暴力手段 把那些非法文件 非法的程序 变得合法 然后再消 再消灭证人 再消灭人证物证 明白了吗 那曲龙干的 就这事是吧 对 所以你必须得看一下 四五六三张 主要是四五六三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